明年当局不断的制造事端 破坏两岸关系 那么一些台湾的政治势力 利用两岸交流活动 发表台独言论 破坏了两岸交流 那么大陆的电影界 暂停参加2019年金马影展 那么这个责任 明年当局和台独势力 难辞其咎 谢谢